民主黨鍾平惠昨天處分 李文中 端木正也沒去 開除黨籍 黃珊珊停權三年 那停權停什麼呢 就停黨權 但是他的立委職務還是保留的 民眾黨說他們就是 因為為什麼要把李文中 端木正開除黨籍 情節重大 嚴重傷害黨的形象 那這個黃珊珊被停權三年 本來柯文哲前兩天還下令 黃珊珊每天開記者會 每天把查帳的結果告訴大家 結果他就說 你每天告訴人家 人家就從裡面挑各種毛病 每天電視節目這邊討論 你們每天挑出來毛病 所以不要再去開記者會了 柯文哲下令記者會停開了 不要再開記者會了 所以 因為事先 因為黃珊就是上後小組召集人 所以別人就講說 那顯然是柯文哲要保黃珊珊 重病會敢怎樣 所以這個媒體是說 製政 柯文哲還是一人政黨 表示他說的算 另外民眾黨說 不是柯文哲下令停開查帳記者會 是新聞部 就是民眾黨新聞部的安排 新聞部覺得不要開記者會了 這並不是柯文哲下令了 另外因為被停止黨權三年 黃珊珊2026年還能不能選市長 因為被停止黨權權沒有什麼被提名權什麼之類的 民眾黨的秘書長周宇秀說 初選提名都不行 不過當然也有人講說 現在還扯那個幹嘛 現在這個目前把眼前這些難關先過了吧 好 我們看一下 聽到關鍵字眼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快步離開上樓開會 中評會四小時討論 裁決將十任的競選總幹事 黃珊珊停權三年引爆黨內不滿 懲處不痛不癢 意思就是不一定要等別人開除 因為受到停權處分 除了先前黃珊珊已自行請辭中央委員 立委黨團副總召等黨職會受到影響 另外根據民眾黨章規定 黃珊珊也無法出戰 2026年縣市長選舉 民眾的立委黃珊珊交到停權之後 立委身份是沒有受到影響 不過今天早上他沒有出現在國會辦公室 可能避嫌沒進黨中央開會 就連國會辦公室也沒進去 黃珊珊遭懲處後 在臉書強調會全力完成主席交辦的 清查詳務重建信任的善後任務 就在懲處後隔一天 這查詳記者會還有要開嗎 雙軌並行 善後小組並不會因為黃珊珊委員的黨籍身份 被停權而有影響 所以呢 現在目前為止 黃珊珊委員都還是在進行 善後小組的這個召集工作 黃珊珊查詳腳步沒停下來 但黨內逼宮聲音 沒因為處分而停止 好 昨天這個中評會 其實開了滿長的時間 我記得應該從下午3點 一路開到晚上的7點多 大家會想說 裡面在討論什麼 其實這一次是第二次的召開 大家會想說 上一次為什麼開完之後沒有結果 這次要再開 過去以民眾黨的慣例來講 如果我們有一個黨員 我們在討論說 是不是要對他處於處分的時候 其實都要當事人到場 包括過去有所謂的486先生 或是有所謂吳靜穎 都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第二次我們邀請了 這三個黨員都到來 結果就有黃珊珊來 然後應該是 他自己有表述了一個多小時 他自己的想法 講完之後 其實中評會又再留下來 談了大概一個小時 裡面的意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分歧 直到最後結果出來 我記得我還很清楚就是進去 我才知道結果是什麼 然後我才 那時候秘書長不在辦公室 然後他在主席身邊 我還打電話跟秘書長 報告這個 最後中評會的結果 所以並沒有先前所謂 我們已經界定好 要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好 但接下來講到說 民眾黨除非有三種 一種叫做警告 第二種叫停權 第三種叫除名 黃珊珊這一次被停權三年 他是屬於停權裡面最重的 所以說等於再一步 他就是除名 所以在整個中評會的 但數裡面他有講到說 目前暫時處於停權三年 但是隨著司法的進度 因為他們自己 還有組一個調查小組 如果隨時司法有進度 證實黃珊珊有涉入 而且承接重大 有責任的話 他們會再開中評會做議儲 所以簡單來說 現在是留校查看的狀況 也有很多人講到說 那2026年怎麼辦 或是選舉等等 其實中評會開三年的時候 就代表黃珊珊其實喪失了 在這個黨內 不管是選舉 或是被選舉的權利 甚至有什麼發言 建言 有開黨代表大會 黨員大會 這些相關的權利 他都被禁止了 所以說目前在2026年 的確很多媒體在講說 是不是他目前在選舉的狀況下 是沒辦法進行的 依照三年的狀況來講是對的 另外一個是講說 目前他負責善後小組的部分 剛剛包括趙大哥有講到說 是不是柯文哲下令說 就不要再開了 其實這整個過程是 每天每天我們是動態討論說 我們清查出來 有沒有具體的結果 或是有重大的謠言要澄清 所以到昨天的時候 是新聞群情部在蒐集 相關查帳的人員 回報的訊息說 其實這幾天都還是很零碎的 就是現在已經查到比較小額的 我們就判斷說 應該今天不用再開記者會 所以也回報了整個 我們善後小組 主席當然也在裡面 但他沒有任何下令 他只是說好 那我這樣了解了 所以今天這個新聞 是稍微有一點點不正確 殊途同歸 但是我們就是 最後還會再開一次 善後的終結的記者會 就是我們最後的這個報告 還是要跟 很誠可能跟大家來報告說 我們目前自己查帳的進度是什麼 查完之後交給監察院 交給警調小組 嚴格講起來 這個停權三年 那就表示你這三年 你事實上是沒有辦法代表民眾黨的 既然沒有代表 你的立委其實是很難保得住 因為你可以當部份區的立委 因為是黨 你現在黨把你停權 你就暫時就是跟這個黨 你就不用代表這個黨 你也直到整個被吊銷一樣 是不是 吊銷三年 你既然駕照吊銷三年 就不能開車 你怎麼能夠 黨政被吊銷的話 如果用停權這個意思 就吊銷了 你怎麼還能夠當這個部份區 不過話又講回來 如果我是柯文哲 我大概也沒有辦法 把他讓他立委當不成 大家有革命感情 也代表民眾黨 民眾黨選過這個市長 選人也不能說很差 選人還不壞 然後最重要是 你一起打拚 把這民進黨拉拔起來 在這裡面他參與的情況也很多 而且現在最重要需要法律專才 因為你現在涉及到官司 黃珊珊大概是你們裡面 少數有法律專才的人 所以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這樣一個處分 大概是他必須要做的 因為你就要給人家度悠悠 你要度悠悠之重口 所以你要給他一個 比較重的處罰 所以他就把他停權三年 但是你又覺得不冷心 而且也需要他 你就只好讓他繼續當立委 政治就這樣子 只要民眾黨可以接受的話 其實社會大眾坦白講 也沒什麼好說的 林子 因為民眾黨他第一個 就是開中平會 第二個就是柯文哲本來要求 民眾黨每天開記者會 這兩件事情 目的應該是為了要止血 危機處理 但是這兩件事情 我覺得都沒有做到止血 第一個中平會 看起來好像痛下殺手 兩個開除一個停權三年 很重 可是第一個你開除李文中 李文中沒查他不選舉 然後端木正本來就被告了 他根本開除他也沒有感覺 黃珊珊好像停權 可是黃珊珊 他立委的位置還是有 然後他即便是2026要選市長 他有沒有民眾黨黨籍 其實也沒有差 因為就跟他2022年 他也是不是用民眾黨選 他還不照樣選台北市長 而且選完之後 立刻加入民眾黨 就可以當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可以把自己排在部分區第一名 所以他有沒有被停權 真的沒有差 所以大家會覺得 這個中平會有開沒開 這樣結果好像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 記者會部分 當然我覺得停開是對的 因為之前兩天 太琢磨在那個發票上面 什麼99塊 但是只報了98 不然就是56報了5600 這個就小知小節 大家其實不是想要知道這個 你看民眾黨最近 很多人跳出來反彈的 傷害最大其實是自己人 就是包括民眾黨的志工 那些志工都是無怨無悔 去幫柯文哲去選舉的那群人 他們最在意的是什麼 他們最在意的其實是木殼 我看到有一個志工的講法 就是說他們在總部裡面 他們想要去幫忙賣木殼東西 人家說不能碰 而且要通通都要用現金 就是感覺上他們覺得 其實柯文哲是被下面線蒙蔽 而那些人就是利用木殼在亂搞 這就是志工的心 目前現在是說 按照民眾黨的說法 有2000多萬是 因為有短報 調節 調節成9筆給了4家公司 這2000多萬裡面有900多萬 已知是就是代導的公司 但是剩下1000多萬 是給木殼的 或者是另外一家 總共有4家公司 其實都已經揭露了 但木殼是拿幾筆不知道 這拿幾筆就減掉 這4家公司都已經揭露了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到底這個錢是怎麼樣挪離到木殼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是民眾黨志工 或其他人會想要知道 這件事情講不清楚 其實就很難止解 所以如果要危機處理 應該是要把這些 金流說明清楚 大家了解了 應該就會比較能夠知道狀況 源自剛剛是說 民眾黨這些志工 義工都很辛苦 他們認為柯文哲被蒙蔽了 以柯文哲的聰明 他怎麼可能被蒙蔽 我認為柯文哲不可能被蒙蔽 如果是他真的被蒙蔽 他是故意被蒙蔽的 柯文哲絕對不會被蒙蔽 來 彥秀 我覺得民眾黨發生這些 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要看兩個層面 一個是法律面 當然現在緊要已經在調查 但是在政治上 無論是柯文哲自己或黃先生 或民眾黨整個 當然在短期之內是受傷的 民眾黨長期就是用高道德標準 在檢視 說過去說我跟財團切割得非常清楚 我沒有錢 所以我的募款很多都來自 所有的小草 這些小草好朋友們 大家一點一點募 所以當然在這一次在信任危機上 確實是民眾黨最大的危機 但是這一次的停權 三三的停權三年會不會太重 當然這是民眾黨自己內部的決定 但是選舉兩年之後 他能不能參選台北市的市長 這都是兩年之後的事 因為政局變化很大 陳如原之講的就是說 三三如果從這個事件之後 他有再起 他大可以用無黨來參選 民眾黨就好好的支持他 這也是一個選項 但是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說 最大的還是就是說 你這個政黨的領導能力 還有政黨的很多制度 柯文哲我記得有沒有好好建議 柯文哲有曾經說過一句話 就是說一個政黨的 一個團體的好或不好 壞消息能不能很快速的 傳到上面去 就可以判斷 這個政黨到底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 以陣線這些事情 還有過去民眾黨 外界在看到的這些事情 柯文哲照理說 如果這個團體很好 他應該很快速的 就反映到他是黨主席 能夠快速的去做解決 這才是一個政黨面臨挫折 或面臨危機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好轉型的機會 所以民眾黨現在短期 碰到挫折 短空 未來長 我們當然在政黨的合作上 或站在公共利益 一起監督民進黨的角度上 我們當然希望民眾黨 可以快速度過危機 但是能不能做得到 就看柯文哲怎麼做 就是說柯文哲是有魅力的 沒錯 民眾黨只有今天 也是因為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自己一定要知道 民眾黨很可能變成 成也柯文哲 敗也柯文哲 他要非常小心 就是說今天 所以民眾黨搞了今天這些事情 就是柯文哲的領導風格 跟用人政策 你怎麼會離開的人都在罵你 都含恨而走 留在民眾黨裡面 真的就沒有心懷怨言嗎 我知道很多也心懷怨言 只是敢怒不敢言 你這個一個黨搞成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你的前途在什麼地方 一個黨是大家要同心協力 走了也是不得已的 大家既然走了 然後就好去好散 以後都還是朋友 江湖上都可能碰得到 怎麼走得都變成敵人 你怎麼會搞成這樣子 對不對 你剛剛在講 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那個一級局長換了多少人 那些人幾個新人 願意幫他出來講話的 我認識很多人 也走得很生氣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 暴喜暴怒的個性 控制不出自己的情緒 是要改過 你自己不能檢討自己 然後光去搞這個善後 搞那個善後 都沒有用的 貫煞車 大家好 都沒有同義 遺漏 但是 的 homme 這 庭 DID rede 現在 那